那傅昆琦 當然現在KIMO MY的意思就是 韓國瑜你可以說你要選 但是你不用講說 你要支持誰當副院長啊 你不是說要保留跟民眾黨 有一個合作的空間 那你現在急著把江啟臣的名字 拿出來做什麼 當然嘛 KIMO MY 因為這次立委選舉很多人 都接受了傅昆琦的幫忙 傅昆琦幫了很多立委 那傅昆琦他一定有算過他的票 如果他要選副院長 他有多少人會支持他 就是說他要選副院長在國民黨裡面 這54個這54個人 如果有過半支持傅昆琦當副院長 或者當院長 所以昨天講說韓江沛今天中途請吃飯 今天中途請吃飯去也沒過半數了 對喔 去也沒過半數了 因為傅昆琦一定會跟那些人說 你要去吃嗎 那當然有一個提醒他說 那飯不好吃不要去吃 當然就有一些人就沒去吃了 我先請教逸川哥是這樣 今天看到昨天是韓江沛才推出來 在臉書上公布 今天馬上的趕快請吃飯 打好關係 把交情再建立起來 那韓國瑜跟江啟臣的這一組的搭檔 可是傅昆琦說怎麼沒有先跟我講 還寫了一篇報導是說他非常的不高興 那傅昆琦在稍早之前 他也發出了一個聲明 他的聲明的內容 其實他對於這個韓國瑜的部分 感覺稍微語氣比較和緩 他說人氣很高好好先生 未來在立法院對抗民進黨的時候要更強悍 然後要調和鼎耐 要跟民進黨周旋 這個是但 那我們再看他講說江啟臣的部分 江啟臣你又要選臺中市的市長 你又要當副院長的話 那你以後你要怎麼調配你的時間呢 那所以這個部分他就講了 不在同一張選票上 因為我們以為像是總統副總統是一張 說不不不 各選各的 院長跟副院長是各選各的 所以沒有在同一張選票上面 你沒有誰配誰的問題 任何人都可以跟韓國瑜來做搭配 你怎麼看他們黨內自己的一個競爭 副院長的這個文字 看起來有點邏輯上的問題 他說因為沒有在同一張選票上 怎麼又會跑出 最後跑出一個叫搭配 只是沒有 這是兩個選舉 對 院長可以選 總統教育會不再選副院長 那副院長 當然現在希望我的意思就是說 韓國瑜你可以說你要選 但是你不用講說 你要支持誰當副院長 你不是說保留跟民眾黨 有一個合作的空間 那你現在急著把江啟臣的名字 拿出來做什麼 當然也希望不要 因為這一次立委選舉 很多人都接受了傅崑奇的幫忙 傅崑奇幫了很多立委候選人 那傅崑奇他一定有算過他的票 如果他要選副院長 他有多少人會支持他 他說他要選副院長在國民黨裡面 這54個 這54個人如果有過半支持 傅崑奇當副院長 或者當院長 他一定有把握 所以昨天這個講說 韓江啡今天中途請吃飯 今天中途請吃飯 去的沒過半數了 對喔 去的沒過半數了 因為傅崑奇一定會跟那些人說 你要去吃嗎 你是中途都沒飯吃的嗎 當然有一個提醒他說 那飯沒吃不要去吃 當然就有一些人就沒去吃了 那沒去吃 韓國瑜一定會算他的票 他一定會算說這個我有沒有保 那個有沒有保 那本來找江啟臣是因為江啟臣也會帶票來嗎 一定是這樣的嘛 不然他找江啟臣幹嘛 這就叫人家 以前在選農會 這個什麼總幹事 理事長也一樣 要白白接會 好 那今天下午 韓國瑜又發了一個聲明 韓國瑜說如果要假投票 我們就退出 他說如果要假投票 就說黨團接下來如果要進行 院長副院長的假投票 韓江啡就退出 什麼意思 就會不會算過了 如果傅崑奇堅持要選 韓國瑜不會過了 江啟臣也不會過了 那可是站在傅崑奇的角度 傅崑奇只想要當決定的人 他不一定要去當院長副院長 所以他這種實力擺出來之後 接下來 韓國瑜勢必要跟傅崑奇討論 那也有可能討論叫做韓富佩 然後討論到各式各樣的可能 傅崑奇需要的是一個尊重 所以現在傅崑奇有他的實力 算完長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下午 我們在錄影的之前大概半個小時 韓國瑜又提出來說 如果要假投票 韓江啡就退出這個政務院長的選舉 所以這個是數幾萬 大家覺得很奇怪 剛投完票算完54票51票跟8票 國民黨54民進黨51民眾黨8票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講說如果民眾黨自己投自己 國民黨就一定當選保送韓規 結果怎麼今天下午情勢大變 原來國民黨內部也有風暴 內部也有風暴 那這54個人怎麼決定 我也沒看到朱立倫的角色 朱立倫理論上應該要來協調這些事情 那趙少康又出來插回 你覺得韓江配之前 有先跟朱立倫打個好嗎 朱立倫我可能他可能也不知道 對啊 如果因為不會推出什麼配 你看現在民進黨有推出什麼配了嗎 沒有 民進黨現在沒有推什麼什麼什麼 有有有有有有產配 沒有大家都在各自努力 看誰有辦法去取得最後的勝利 大家都在各自 因為黨團還沒報導 新同學還沒來 你像月圓支也還沒去黨團 54人就會開過會 一定沒有 現在大家在卸票 怎麼會已經做出一個結論 說要韓江配 這些月圓支也有接到什麼韓江 什麼付卡通給他 感謝他 恭喜他 他也有收到 大家話都講到這裡而已 沒有54個一起來開會 所以怎麼會有決議 所以韓江配我覺得這個是有一點 有一點先嗆聲 然後看你們要怎麼樣 可是忘了傅昆琦手上的名單 傅昆琦支持傅昆琦的這個名單 可能超過國民黨的一半 重點是傅昆琦的實力如何 實力很堅強 我們看這邊沒有出席的國民黨立委 也有出席的嘛 也有一些還不是立委 因為他可能是在部分區 名單吃 買飯的 也有去吃那飯了 那我們看傅昆琦今天說 我在花蓮上面 反正走anyway 他就是有行程不出現 謝一鳳沒出現 孟凱沒出現 王洪威也沒出現 這代表什麼意思 那因為他們為什麼沒出現 前提還有先從花來看齊 你看這邊有點反光 王洪威立委高票當選 眾望所歸 這很大一盆 立法委員傅昆琦 現在都立法要做這麼久 我是立委 你也是立委 我還送一盆費給你 這個所費不支 三千塊 兩三千塊 以前都是院長的格局才會送 這道理是院長的格局 院長格局才會送 來 在這邊不好意思 整個整個糊掉 不過我很確定 這是謝一鳳的 謝一鳳上面也是傅昆琦進政 你看這麼大一盆 立法做這麼久要幹什麼 不止啦 我告訴大家 傅昆琦的禮數 包含地方黨部的主委上任都會送 地方 是花蓮的嗎 不是 不 不 不 全台灣金門馬祖 他都會送 我也收過 我也收過 所以我告訴你傅昆琦的厲害點 並不在於說 他的粉絲沒有韓國瑜多 他的厲害是 他對於這一些中常委 黨部的主委 立法委員 他全部都有在給你溫暖 這才是厲害 因為投票 要讓誰當選院長副院長的 不是韓粉 不是選民 是立法委員 選票上面有多少人名字 113個立法委員都在上面 每一個人名字都在上面 你要選誰都可以 你可以求自己 所以說你要決定誰當院長 誰當副院長 不是表定的院長出來喊話說 我跟你配 不是這樣的 是要經過黨團 就是你們五十幾位立法委員的決議 然後多者大家服從 這是黨團的力量 否則你都指明是誰了 那這些黨團的立法委員 不是變成橡皮圖章 你說誰就誰 每個都有民意 每個都有支持度 他不是說今天某個人說 我要跟誰配就是跟誰配 包含韓國瑜 都要經過黨團所有新科 還有現任立委的同意 就是你未來 在2月1號當選立委的人 你要去投票 你在黨團要投票 什麼假投票 我就退出 韓國瑜是不是太久沒當立委 你不能退出 這是一定要經過你們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的通過 一定要 所以你們第一次 為什麼要開一個 不管是什麼共識營 還是什麼會議 當然是要決定 院長支持誰 副院長支持誰 要經過大家的決議 否則你認為這五十幾 五十五十一位吧 對他們是五十一位 五十二五十二 連兩個五黨籍的五十四 那你包含這兩個五黨籍的五十四 你不可能跑來 跟你們一起開會 那是單獨你要去跟他知會 問你要不要支持誰 那你五十二個立法委員 你當然是要經過討論 如果沒有辦法共識決 就投票 就投票 誰的票高 經過黨團的才勢 黨團三黨一定要先選出來 然後決議 我就要支持他 都是這樣 可是他說 如果有假投票 他就退出 滿沒有民主風範的 那這叫什麼 這叫做你講得算嗎 這叫你講得算嗎 我選過總統 不然你當立委的 誰有選過總統 趙少康也選過 對不對 趙少康不是立委 對啊 但是你們兩個都是一樣落選的 都沒選上 不管幾票 所以你要尊重黨團的程序 你必須要經過 這本來就是這樣子 民進黨黨團也是這樣子 都一樣 任何的黨團 你要推誰出來當院長 當副院長 一定要經過黨團的同意 少數服從多數 那最後當然是黨團的決議 你不能說你要投票 那我就退出 那你就退出 你就退出嗎 對不對 你不會退出的 如果你當個陽春立委 請問韓國瑜當立委幹什麼 他當然是要當院長 可是你沒有權力指定 誰是你的副院長 我這樣看 王金平從1990年做院長 做到2016年 做了16年的立法院院長 來大家有聽過王金平說 我今天要什麼什麼配嗎 你甚至連王金平 他在這16年裡面 他歷練的期間 他有幾個副院長 我講給你聽都不記得 我告訴你 離大家最近有印象的洪秀柱 再來是誰 曾永泉 再來是誰 中榮吉 江炳坤 姚穎齊 這都是王金平經歷過的副院長 他有在說什麼配嗎 你有聽過王金平說王什麼配 王洪配 王真配 王榮配 王江配 王饒配嗎 沒有這樣子選的 院長 副院長 是由黨團多數黨 你的立法委員自己決定 然後經過同意 有些人還敵死不從 我告訴你 有些人敵死不從 就投自己 有沒有過 國民黨有 有啊 我就是跟他不爽啊 你黨團絕對要投他 我那天我就投自己 我兩萬塊錢 這個所謂的罰金我交嘛 我就繳啊 又不是沒有過 有過啊 我就是投自己啊 所以你認為 同一個黨的 就這麼降世用命 萬眾一心嗎 國民黨有個慣例 國民黨黨團在立法院 最團結的時候 就是過去的八年 因為極少數 一次是35一次38 都沒有破40 他都非常的團結 為什麼團結 因為沒有辦法成小黨團 因為他才三十幾席而已 現在變成五十幾席 你認為這些年輕人 會這麼輕易的支持你的嗎 這些年輕人 他所接受的民意 是年輕的民意 他如果還跟你韓國瑜做法一樣 匠肝文化推下去 他下次不用選 很多年輕的立委 三十多歲的 他怎麼會接受你這種方式 所以韓國瑜 你上一次當立法委員太久了 那還是用BB code的時代 BB code是什麼 你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我還會回call 我跟你講 我告訴大家 那還是用BB code的時代 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所有的區域立委 國民黨現在到任何地方去 你碰到當選的區域立委 你跟他說恭喜 他的嘴角會露出一絲的驕傲 你看總統沒選上 我們立委這麼厲害 就是他比較厲害 所以你認為這些 接受民意淬煉 當選的這些新科立委 真的會照著你們的匠肝文化走嗎 所以我說 國民黨黨團在立法院領導這些 新世代的立委的時候 你要改變方式 如果還使用韓國瑜的方式 這種說那我就不選了 我告訴你說不定羅志強出來選 也不一定 我說笑話 但是傅昆琦 傅昆琦要出來選副院長 絕對有道理